园内葡萄结实累累 虽然干旱期并没有造成葡萄的减产 但转色期遇到好几天的梅雨 让葡萄的生长产生变化 农民对此感到无奈 但强调葡萄的口感还是相当香甜好吃 那我们新乡的葡萄的特色就是 它的果肉会比较紧实 也就是比较有口感 那甜度都是介于16度到20度左右 甜度非常的甜 但是现在又适逢雨季 那离去的一个下雨 造成一些葡萄的生长 发生了一些的障碍 也就是可能在着色上会不完全 新乡葡萄下果已经渐渐进入盛产期 预计在7月中产量最多 新乡公所欢迎民众在疫情期间 可以透过网路或是电话 来继续支持葡萄产业 以目前来讲价格好的 品质好的 上级货价格还不错 次级品又以水多次级品变多 变成它的价格次级品的价格就不好 不好的话变成农民的利润收获就会减少很多 实际上我们新乡的葡萄是因为是位于中高海吧 所以受到外界的污染还有一些疫情的影响是非常的 几乎是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的品质还是维持一个水准的一个品质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公所的网站能够再把我们新乡的葡萄能够再推广出去 所以希望消费者能够多多利用我们新乡官方的网站能够更了解我们新乡的葡萄 受到疫情影响 农民无法在产地将葡萄卖给游客就已经损失良多 加上冷冻宅配还是会卡关 因此希望中台湾的乡亲能够多多来订购 帮助吸引农民度过疫情期间的难关 记者进行的线采访不到